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ETV的《江人講師》 上一集就露屌民主黨,真的很假民主黨,假到一個點 第二件事是屌下人民力量,我覺得人民力量又是一個 又是一個宗教信仰的人被人膜拜,但我覺得又是很不貼近民情的 例如有些比較勇勇的行動,激准的行動 但人民力量其實不是出去抱那班人,他們有相同的理念 但他們就去譴責、割席,這些行為我覺得很不貼近 可能這些行為比較激進,但我覺得在一條路上 大家爭取的同一個目標都是為了香港更加好 可能你不認同這些手法,但我覺得是自己人的 我覺得你應該義無反顧出去拍桌子,怎樣都先抱他 之後你回去再吵他,是沒問題的 就像媽媽教兒子那樣,兒子出去壞了,你一定先抱兒子 更簡單的,怎樣都先抱抱兒子,即怎樣都再幫兒子 回來拿那個塗條拌至他屎眼開了,這個是另外一個後話 我覺得我的認為人民力量第2 nut 又是做人們走ching by turnings farmed욤 但其實肖生都已經在屯門開了這些藥房 我覺得可以憑什麼去趕這種人 음악 應該只門口里我們肩身不靜的時候,帶問題說出來都會小 champions 但他們可以很大聲的腳調 其實好聽的就叫做一視同仁 好聽的就叫做不知醜 臉皮厚 第三樣就是原主席 我覺得原主席是一個非常厲害的人 一個香港小姐 當然原主席也不是差的 原主席學歷很好 但手段很厲害 我覺得是聰明女 絕對是一個人才 譬如由一個小小的香港小姐 攀攀攀攀 不知怎樣攀到上去 現在做一個政黨的主席 但見到她的水 我覺得她是像賣化妝品 多於一個政治人物 我見到一些片 都是賣化妝品 或者在節目中 植入化妝品的廣告 我覺得她是像賣化妝品 多於一個主席 可能她是原理明 生活百貨主席 原理明 不是人民力量主席 原理明 變了側 因為人民力量 大家的人 都是 說真的一腳 支持那些人都走了 那 還留下什麼人 大家想 還有很假的行為 怎樣說呢 有些人是延續著 泛民一些 十多年來做的事情 例如去禮賓府追擊梁振英 如何追擊呢 在肚子上 萬必 貼個我要真普選 我覺得梁振英一定會很害怕 見到你這麼大的男 嚇死她 警醒梁振英 立刻去健身 覺得這些行為很浪費 我覺得你應該做多些事情 比較實際 像林鄭月娥說 要務實 要理性 當然理性可以不理她 但務實的一定要 說真的 你露肚腩出來 你嚇鬼嗎 萬聖節到了 你去派對就露了 你不要這樣 嚇死人 當然有些議員 沒有這麼大爭議性 我都比較欣賞 很務實 但是 不要做這麼沒用的行為 你要做的 你激的 你可以激到別人去追擊 我覺得這些 你都可以說對的 老實說 以前屯門整街都水貨客 那天去屯門 我看到有些大量去分貨 哇 有沒有搞錯 還有水貨嗎 之後 那個朋友就說 好了很多 他說以前 沒有追擊行動的時候 整街都水貨客 那這件事 真的要 真的要 多謝這些光復友 因為那幫人坐牢 你看到 很多人都很冤屈的 好像那個女孩子 明明就被人打到臉流血 居然就說 她用胸去殺警 那這些其實 我覺得 很不公平 但是 姨姨 就成立了一個 香港民間監察院 那 待會會展示一張大圖出來的 那 希望大家 都可以留意一下 因為其實 一個地方 要輕衰 一個地方衰落的時候 很多狗官 雞犬 星天 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包括 用胸是可以襲警的 那其實這些 我覺得 我們作為一個香港市民 其實都要出聲 千萬不要因為說 怕事而 不說出來 因為有些事情 我覺得很不公平 譬如 我們其實更加要 很多時候 有班人說我們付出 他們可以說我怎麼搞錯 不理性的衝擊 甚至 我蘇錦良說 哇 你們這班人 這樣趕下 不行 但是 他們這班 是不是旅客呢 如果你是來旅行的 你這些 不可以叫旅客 你這些 叫做跨境旅遊 不是 跨境購物 跨境購物 因為你來買完東西就走的 你不是來旅遊的 你是來買東西 但是你要衡量 作為一個本地政府 他買的東西 會不會影響到當區的居民 就是突然間 當13億人湧殺 不要說13億了 我當你深圳人口 一千萬裡面的一半 五百萬這樣 那裏突然間說 奶粉有毒 五百萬人衝過來香港的 全港各十百區 買奶粉 你香港都不行 是不是 即是香港政府 我又搶你 你搶了 他買奶粉 你現在看俱利亞那些 好像是爛民湧出來 不是 俱利亞有爛民來香港嗎 不是 就是湧了去 現在英國 歐洲 這還好笑 你現在人不是 你只是買東西 這個我真的要跟英國政府說 真的要站硬這件事 絕對不可以對爛民 太過遲遠 因為我覺得 你要照顧本地的人 即是經常都說 不是說不幫人 但是你有能力才能幫到人 即是現在英國民間 就招呼多些難民進來 你呀 那天國你呀 我們以前香港都沒行 我們都照顧很多越南難民 是啦 這就說得對 但你想一下 當時那班人 立法局員 到處走去海外 去美國游說 游說美國政府 要給多些quota出來 因為我們見到香港的難民 那些叫越南難民 完全離譜的 有些說什麼 坐在電車上 被人搶金鏈 出去強姦的 又有殺人放火 又有 我不是歧視越南人 但我覺得越南人 是一個很純樸 亦都很勤力的民族來的 但是呢 是不是要犧牲我們本地人的治安風險 去照顧一些 不要說無貢獻 照顧一班這樣的人 不是呀 你還沒出生 我們照顧一些越南難民那時候 我們有一個越南難民營 很好的照顧 沒有罪案發生的 是他們 但是你現在知不知 他們在難民營 打架那些 那些警察都可以制止到 但是你知不知 又拿多十幾億去幫這班難民 但是香港沒有錢的 喂 但是你現在香港捐回中國那些呢 真的離譜了 這件事 你捐什麼錢給大陸 我覺得是傻的 你大陸這麼多錢 你猜大陸沒有錢嗎 你說大陸窮得窮的 文革那樣要穿十幾件衣服上去 什麼光 又走去美國捐錢給人 陳光誠 陳光誠那個是 是萬人那個 第一什麼首富 台灣又捐 你很瘋 所以你不要說人家來買奶粉 那國有國是對的 他買完就走 他不是在你香港想做難民 是有錢來消費的 我覺得 還有一件事 每一個人都有 你錯過來說 是 我閉嘴 你明不明白 人家真是那幫香港人 真金白拿錢出來買店 是 買店 是 那你現在光什麼服 因為為什麼呢 你的奶粉 現在限奶力沒有取消 有限奶力 是不是 他們在那邊就算好 他不走來尖沙咀 有了 尖沙咀都 那你一個都沒有 我想他們一個都沒有 那你以前說 你英國殖民地 你也有 怎麼會沒有 是 但他們的人真的很不行 還有我覺得 我告訴你 我是聽回來的 收了六位數字 那些是光復那些 另外那個銀銀 你知道誰 他又收了六位數字 但是 又收了六位數字 在那個死肥仔面前 就假裝沒有收到 假裝窮 這些全部 死肥仔 你知道我 死肥仔就信到十足 告訴你 所以不要以為人家真光復 告訴你 又收了六位數字 這我不知道 這些內幕消息 但是我覺得 本地政府真的要照顧本地人 即是當英國政府說 那些英國人 看到我好慘 要收容多些大話 讓你知道 你收容了之後 就惡夢了開始 你要記得收容 一天就趕得去走 你收容當然是 要等其他國家給他一個國籍 英國給他國籍 又或者其他國家去接收 你才可以送他走 有些事情 就好像叫做什麼 請鬼容易送鬼難 我不是醜化 我不是說damanus 他們是一隻鬼 但是 那樣東西就是這樣 有些程序上的事情 你是要做足的 你說同情很容易 很同情 你過來英國住 甚至寫信給國會員 你批准 你讓他們進來 但當日到來 跟你搶東西 跟你搶資源的時候 你不要哭 你都不可以罵英國政府 為什麼這樣做 因為是你縱容的 就好像現在香港政府這樣 以前的人是 哎呀 大陸人很慘 進來住 進來住 過來香港收容你 等等 你看現在是怎樣 大陸人衝天 搞到香港 你大陸人都拿回來的 如果沒有 現在大陸人很厲害 沒有我大陸人 即是投訴你的 你知道香港幾多學校 倒閉嗎 他都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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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真的瘋了 大陸人不要來 沒有位置 他就倒閉 不倒閉 因為有些事情 因為有些事情怎麼說 我覺得 如果是要倒閉的 你不能強求的 對不對 沒有人讀就沒有人讀的 倒閉就教書 又沒有工作 校工又沒有工作 大陸人沒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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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事情 而依靠 這些事情 美國外交官說得很好 香港人絕對不可以 太依賴大陸人 既然 你一定 但你沒有辦法的 兄仔 是大小 以前香港有養雞 養豬 中菜 他現在全部剪掉你 他擺明要你依賴他 你明白嗎 人家這個是政策 這個是計劃 所以香港政府 特區政府 他因為沒有計劃 沒有計劃 所以香港才搞成這樣 但我覺得是一件事 如果你真的 很多大陸人來香港讀書 一定要堅持 不可以因為他的身份 而要去 折腰 我們這裏 香港的教育 我們一定要搞廣東話 要搞英文 英文的課程一定要跟回香港 我覺得太過分 香港真的不可能教國語 神經病 為什麼呢 如果你要教國語 我不是反對 你開一間學校 專門給新移民 教國語 你這樣 我又會告訴你 你這樣標籤新移民 不是啊 你要我們香港人 我們不懂得講國語 為什麼要我們去學國語 所以就不對 為什麼他國語人 他來到為什麼不學廣東話 為什麼不學廣東話 你來到為什麼不學廣東話 你來到為什麼不學廣東話 我們去香港也要學英文 是啊 所以我覺得 就算如果真的 你說沒有人生孩子 香港人不爭氣 全部學校都是大陸人的 我覺得一定要堅持 用香港教育 因為有些事 你要記得你來香港讀書 你不是來中國讀書 你來中國讀書 你回上去讀 對不對 即是廣東話是我們的母語 是啊 這個你不可能說 雖然不遂那個 是啊 說得對 他真的說得對 我們堅持 這個軒仔 各樣都反對你的 你贊成 你經常反對什麼 共產黨 打了共產黨 什麼什麼什麼 不知道你反什麼 你知道 你是主持我沒有辦法 但是我最贊成的軒仔 就是一定要保持廣東話 是啊 這個我一定不能反對 因為大家都說廣東話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說 你來到香港讀書 要別人遷就你 因為我們香港是一個殖民地 是我們的事 是啊 一個人關你什麼事 是啊 我們的廣東話關你什麼事 是啊 我們不可以 要你大陸 講廣東話 是啊 我們不逼 即是我們都不會推動你上去 要你講廣東話 你2047年之後 你講國語 我不怪你 是啊 是沒有了 即是我們要尊重 是的 因為始終要在香港 你不可以說英文太深 罵別人 要別人改得錢 什麼又是低能的 我們去到英國 我們去到英國 難道別人英國人要先遷就你 你去日本 是啊 神經病的 大陸人很多日本 讀書 去買東西購物 屌 他們懂得欺貨嗎 他們懂得買東西 是啊 那你人家你還要 真的只有錢 即是他們 我覺得他們看東西 什麼都是用錢去衡量 但他們不懂得去 好像用香港人的角度去看東西 大陸人去到泰國唱國歌 哈哈 宣揚國威嗎 你猜他真的是鄭和嗎 鄭和也太監了 你真的 不懂得說 真的 這些人很丟臉 我記得 好像早幾個月前 有個泰國明星 拍片 在那裡不斷屌大陸人 在機場上指著大陸人 真的嗎 拍照 說你看 打尖了打尖了 這些人是中國人 很喜歡打尖的 這樣 然後泰國明星上一段 上一段 上一段影片回泰國之後 泰國的人就不斷讚 然後中國的網友不斷罵他 人妖垃垃圾罵那個明星 但其實我覺得 他們很喜歡打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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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有一句說話 帶著日本人 我經常罵他們的 罵他們打尖 我直接問 我不是罵他們 你知不知道要排隊嗎 我直接指著他們 你知不知道要排隊嗎 然後要死狗 他們很流行在萬寧 那些 那些城市大廈 重慶大廈還好笑的 你不要罵那些難民 壞了 難民都很有教養 我不知道是不是難民 可能是香港的南亞裔 很有教養 不會這樣的 起碼 不會打尖 每個排隊的 大陸人打尖 那個南亞裔 嚇他肩膀跟他說 Line up 之後他不 他 然後這樣做手勢 他就排隊了 大陸人 是啊 你知不知道我現在 為何要不出門 不出街 不出街 因為我走出去 萬寧買一些東西 哇 那些國語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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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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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你覺得你都叫多國語 我那次去屯門更恐怖 屯門市中心 哇 從頭走到尾都是國語來的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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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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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但是全部要懂廣東話 如果要講廣東話的話我會拜的 是啊 講廣東話的話我會拜的 像耳朵一樣 我覺得他要尊重我們的文化 大陸你屌你都不敢提的 你迫我們講廣東話 你比英國人更壞 你知道我去到日本 過馬路也跟著人排隊 過馬路也要排隊原來 大陸人呢 大陸人你不要說 大陸人不推你出馬路就笑了 說笑的 推你 今天我那個 踏地跳來左燈 他在走 他不知道是趕著死還是怎樣 他在追什麼人呢 推我 我把他送上條路給他 神經病 你有多趕啊 真的嗎 真的是一個推來的 你不少啊 你的髒話很厲害 我屌 我直接一聲屌 我這麼小聲啊 我屌他的屌 就是他就是什麼 你這樣嗎 我難道只是出來罵嗎 你屌你一群 你屌他都不要臭屁啊 不是有一次我試過 我試過罵他就是 一群人這樣推我上去 我屌你嗎 我真的我這樣罵他 但是他不會聽 你屌你嗎 他都不會聽我罵他有什麼意思 你不會說錯嗎 我不會說錯 你不會說錯嗎 你這麼罵啊 你給點力 他可能在公園打在我尖 然後還叫他排隊 我拍他 生日我不是開開心心的 屌他腦尾 妝妝的 我拍他 我說你又排隊 然後他跟我說你家人馬 排什麼隊 他說你家人馬 我說我屌你 我多生氣啊 牠是家人你 我說排隊 這樣跟他說 排隊 然後他不理我 他很好吃 然後他就向前面看 然後我問我 我不知道說什麼 有沒有罵你 有有有 我罵他 屌黃蟲是中國人 屌垃圾罵他 什麼 問你教我的 什麼 什麼 人要臉書要皮 把國家的臉面都掉光了 之後呢 我罵他屌黃蟲 就是他這樣 我說你幹嘛 我說我問你幹嘛 我說你 我說你打我 叫香港警察來抓你 叫公公來抓你 那時候沒那麼衰的 沒那麼衰 其實是不衰的 然後就好大聲罵 我好大聲 抓你 那時候那些職員 就趕走 你千萬不要給他抓你 叫公安 真的 因為現在公安保護 幫大人的 他都瘋子的 那些大人都瘋子的 他唱歌的警察保護他 有沒有搞錯啊 警察用來這樣用的 瘋子 整班都瘋子的 真是說 難怪整個都要招 招募警察 連唱歌都要保護 是 你什麼 下次我逛街都講普通話了 打人都可以免死金牌 那些大媽完全 大媽又證明 中國一個低文明的人 就是以醜為美 大媽有黑社會保護的 這麼好的嗎 我看到這段片 大媽認識這麼多人的 不知道 因為認識那個大陸 我不知道 阿姨你是不是大媽來的 我是大土腩 大不是大媽 不是大媽 嘩 真的離譜 那些整個黑社會這樣 兇了一些人 怎樣 兇了一些 罵他唱歌 那些 但是他的聲音都很炒熱 警察是完全是很溫柔地勸他們買去的 不是說你兇人是一個襲擊來的 是啊 兇客嘛 是啊 這個是襲擊來的 那些警察不告又不拘捕 做什麼警察 勸他們這樣就買去 勸示威者 特縣的兇人好像射好了 噢 是啊 嘩 嘩 又出多次了 放大多次了 麻煩你 香港民間監察院 真的因為 真的太離譜了 那些事情 怎可以這樣啊 算了 不要再說他們了 那些警察真的 大媽再見